Hello 大家好 回到3月24日的新聞聯播 有我子晴和大師在這裡 先和大家跟進一下要聞的消息 都是和大家談談疫情方面的問題 其實現在自從前幾天 政府宣佈了解禁 有些措施可能在下個月開始 就會開始逐步慢慢放寬 大家最期待在這幾年 大家都是每天都打算什麼時候去旅行 什麼時候去旅行 4月1日政府說會取消針對九個國家的禁飛令 但是本地方面很多人在想 很多行業都還是雪上加霜 有些飲食業都還未開 現在有些人在想 為什麼內地還未有通關呢 明明九個國家都可以取消禁飛令 現在通關是不是還是無望呢大師 這個國家的禁飛令的原因 開了一個原因 是因為香港更嚴重於他們 所以本來香港不對他們開的 所以現在就再開了 因為我們做得太差 所以就是禁飛了 但是因為我們做得太差 內地又怎會跟我們再看呢 那個邏輯是講不通 至於飲食那裡 我想很快4月就開了 4月就開了 所以我想香港會逐步回復正常 但是確診應該都是到達 這個叫做公社養豬的故事 就是一個人以前的時候有公社 據說有一個人民公社 那個人就跟領導說 我的居住環境很差 可不可以改善我家的居住環境 然後這個居住環境呢 然後那個人說得我問題的領導 然後就跟著趕了一堆豬進去 在他的家裡叫他養豬 他的家裡當然是很不行 還有很多堆豬那你又怎樣搞呢 那搞了幾個月之後 跟著北京就申請 勤勤所有東西 到了最後呢 那個領導就說 好吧那我拿走那些豬 那拿走那些豬 跟著之後大家就 跟著他真的舒服很多 那於是他就是改善了生活環境 改善了居住環境 那你明白他的意思 其實跟原來一樣 為何要趕走那些豬 那現在這個就是公社養豬的故事 其實當初的時候 我想是幾百個或幾千個 大家已經很震驚了 當你去幾萬個的時候 現在可能計算四位數字 大家就覺得公社養豬 於是日程搞定了 其實就是用了這個方法 那現在其實說那個確診人數 其實有回落度 你看到其實之前我們上個星期 還說兩萬 然後現在已經回落到 不用說回落 你說公社養豬的故事 是啊 當初的時候 幾百個我們都很震驚了 是不是 是不是 那就是公社養豬 現在就在玩這件事 是不是 那你說中國 你公社養豬 中國又怎可以能夠給你 現在香港變成以前是中國 變成大家最討厭的時候 1978年之前是中國 那這件事看來還未通關 你看到政府都是不斷地 跟內地的專家去開會 但是其實交流完意見 其實什麼時候 沒有用過 最初的時候 那麼久的時候 內地專家跟香港做了什麼 我不相信內地專家沒有說過話 因為他們都將內地都搬過來香港 那我想香港是沒有做過 所以也不是一個 基本上沒有做事 就是這麼簡單 嗯 你見到其實前兩天 也是宣佈暫緩 這個全民檢測 被質疑和病毒共存 現在是不是一定要二選一的呢 要麼就是清零 要麼就是病毒共存 但是現在呢 你記住 從來沒有清零這回事 嗯 那叫做動態清零 動態清零 你不要搞錯了 你不要像那些黃絲 一來講來講是清零 從來沒有清零這件事 OK 中國從來沒有清零這件事 動態清零 OK 行不行 那昨天我解釋了什麼 他就這樣變成乳病毒共存 所以我不會說 因為到了最後 動態清零都是乳病毒共存的一種方式 在橫觀上來說 但是問題就是 現在的問題就是 我想中間就是 暫時來說 在現在這一刻 所以我們覺得動態清零是比較有好處 而中國的說法就是說 因為希望以後的藥好了 疫苗改進了 藥先進了 我們那時候才開放的話 那時候會比較安全一點 嗯 其實就是這樣的狀況 還有因為中國有十四億人 但是香港不是這樣的狀況 中國有十四億人 那個交易會大很多 那個交易會大很多 還有我們暫時還沒想到一個辦法 你看看外國的經驗 我們也是在看外國的經驗 外國暫時還沒想到 就是現在你那個是說 你用一個分流方法 有效分流去減少醫院的銀丹 那一件事是一個幻想式的做法來的 我們至少可以 中國如果一直在動態清零感 看到醫院一定是受不了的 但是問題就是 因為很多窮人 很多輕症的人 是用了醫院資源 如果根據有效分流的話 其實醫院沒事的 但是為什麼我們動態清零感 為什麼不可以等到那一刻 人家已經發明了一套 很好的管理那些辦法才去找呢 就是全部在管理系統和藥的想法 都暫時我們知道 我們知道到時候一定是預病毒共存 但是不是現在 現在暫時說 至於西方發現了一套 我們死了 我們死了一百萬人兩百萬人三百萬人 結果我們發明了這一套方法 去這樣做 那我抄理這套方法 不就不用那三百萬人 你明白嗎 那情況是這樣 我等你調進一套方法出來之後 應付有效應對 現在暫時還沒有有效應對 我明白 明白 那之前其實都見到政府都在說 這個病毒共存這件事 其實真的不可行 不會那麼快 但是林… 又說林姐 可以不可以 政府其實都出現在一個答問會上 在這裏面關注這個口服藥 其實他就表示 向醫管局表示 用藥可以鬆手一點 但是強調 需要醫生看過患者才能夠給藥 其實他說現在這些藥 其實足夠大家吃的了 這樣的意思 有些人就不能吃藥 要醫生看完才可以開藥 那就毫無疑問 因為暫時我藥也不夠 而且藥也有副作用 就好像什麼樣子 因為這個我早就知道 因為其實它跟感冒是類似的東西 當感冒的時候 突然複是一條醫生處方的時候 這次就是一條醫生處方 所以還會出現一個極大問題 就是你醫生不足 看的時候就出現問題 現在有些醫生可能不看你 不看你新冠病毒 於是你回到來的時候 那個醫生 怎麼可以開藥呢 即是你沒有一個開藥的快速流程 沒有一個吃藥的快速流程 你還要重症才吃 OK 這樣搞不好 你理論上你要去吃藥的話 你就確診就吃 接著確診就觀察一下 你是不是重症 你是不是重症 吃完那個蓮花清溫膠囊 就是那種藥是很方便的 我驗到確診 我就馬上可以吃 OK 那麼你的流程就會簡單一點 因為蓮花清溫膠囊 都還是有副作用 很強副作用 所以不要疏肝 很傷肝 那些狀況 所以這個藥是不是成熟 很多人都說 吃完那個蓮花清溫膠囊 有些朋友就說很涼 又或者吐一些痰出來 好像是更加辛苦 有些底質不適合 那你就要再去做一個體質測試 你真是很麻煩 至少你也要驗一下 看看你究竟是什麼 他說他那裡去 什麼熱底 寒底 你不要說 你做一個測試 做一個簡單測試 你是不是適合成 蓮花清溫膠囊 我這樣比較好 是的 其實之前的人都說 那為什麼暫緩了這個 全民檢測 是不是想著取消 但是政府就說 不是的 我們是在可能疫情的 就來完結的時候 會考慮去再做 不用去想這個問題 你不需要去講這個問題 因為他轉來轉去都轉了幾次 所以不需要 這個叫做他們 那些叫做打麻將單調 你懂得打麻將嗎 我知道 我明白你說什麼 你知道嗎 打麻將單調 摸牌回來就轉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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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最難吃的方法 單調最難吃的方法 就是不停轉張 摸牌回來 摸牌回來 摸牌回來打一筒 摸一隻七萬筒 再打二筒 那你真的永遠都吃不到 每摸牌回來就轉一次張 即是可能他本來做了萬字 然後無緣無故 哎呀 算了我還是全部換了 不是不是不是 打麻將單調 即是說 你現在摸牌回來 那你應該可以拿著牌 然後希望摸到的 如果你摸牌回來就轉張 摸牌回來就轉張 你連續摸兩次一樣 你才吃到 是啊 大家和打麻將的理論一樣 他就說打麻將 不停轉張 單調不停轉張 好 然後另外其實現在 之前不是一直都說 沒有人可能有一個 快速測試包 可能可以檢驗到病毒 那現在其實都擴殺得很厲害 你看到整個九龍區 你無一借臉 基本油尖旺沙田 黃大仙 屯門大埔 都是有污水的 呈陽性的樣本 其實連水都已經是呈陽性 現在他說 民政處再派二十萬個快速測試包 好像很大陣仗 但其實他就說 這些全部都是中央送來的物資 好像口罩食物 清潔用品 那其實還有沒有效呢 現在先來做這個 或者他會不會太遲 情況就是這樣 我剛剛發了一個訊息 是 就是 我有條訪問林保育的片 哇 現在就找到了 新鮮果熱 新鮮果熱 就是我們訪問林保育 有他的生平所有的東西 可以嗎 生平都有 是啊 我做什麼 所以就是林保育那邊再燈出來 現在就是 因為那個人在收費網站上燈了 好啊 現在就是公開YouTube 剛剛我們找到 哇 有得看回 難怪我看幾個都找不到 原來是收費那邊 收費當然有些優惠 如果大家還要繼續訂閱 記得上亞洲電視網站 支持我們 支持梓晴出糧 竟然是這樣 多謝大家支持 很簡單 因為當的東西都沒有錢賺的 大隻剛剛夠 他是支持出糧 支持我們交租 支持我們所有的東西 其實是 支持大師 簡單一句 我沒有利潤的 我白做 但是都是支持我 因為現在不是我還要貼錢 哈哈 我們說回為什麼我們會找林保育的片出來呢 就是因為昨天大家都應該如果有看八卦新聞 都有可能見過就是 那個阿士一姐 其實我們上個星期五就說過 他起飛腳 因為上年九月有人追著他來拍 然後他起飛腳 再不戴口罩 這件事就搞到上法庭之餘 還立即判了他 即時入獄兩個星期 其實他都很詫異 接著他經理人就在那裡哭 而他經理人就是我們剛才大師說的林保育 大家可以上去我們的網站 看看 不用網站 現在Youtube 現在找你看人 OK 沒錯 我們都飛得太遠了 剛才在說什麼 就是在說 疫情不要說 對,疫情的事不要說 然後另外一件事當然要跟進東方航空MU5735的波音737客機 昨天有些新進展 就是晚上有些新聞都說回 就去中央找一個類似黑盒 現在送去北京去研究 看看會不會有些記錄 因為他那天是直落的 應該所有的都焚燒了 他證明黑盒真的很堅硬 那麼他地纂色搜查就終於找到了 那麼他這個黑盒就是 他有兩個黑盒 他一個是語音 一個就是飛行那些記錄 我相信語音的黑盒 我不知道他來說是什麼 因為他未必會看到 未必有太多東西聽 未必有太多東西聽到 因為大家那一刻應該都很混亂 他跟空制塔都沒有 但是他們自己可能會聊天,會說,所以會有一些東西 我相信語音未必有太多人聽到 但如果是飛行紀錄,就會好一點,有兩個黑盒 但問題是黑盒就... 咦?飛行數據黑盒是多,先看看 是的,他們找到一個黑盒的了 但不知道是誰,他說飛行數據 對,安裝在客艙的尾部 是,因為客艙尾部比較難些 他就未知是哪個黑盒,但除非我們現在是... 他就未知是哪個黑盒,所以我們現在就看看他究竟是哪個黑盒 因為有很多人在問,明明在高空掉下來,為什麼黑盒還可以保存到 又不會爛的呢? 因為黑盒是預備失事用的 是的,所以如果他失事的時候,看不到他就沒有用 所以他是完全是很堅硬的一件事 嗯,現在其實他們說,如果真的要去追查這件事 有機會是要長大一年 就是可能要... 周時,我證明你沒有看Discovery Channel 有一個專門研究飛機失事的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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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有看的話,證明你沒有看 Alan專門看這個 哦 所以證明你看了你就明白了 你有空看 應該你在什麼地方看 其實你上Youtube都會看到的 但我覺得你上Youtube多數會看什麼 小紅書 我看回亞洲電視的短片 你不看上Youtube多數嗎 小紅書我少看 但我的朋友說你再不看就Youtube了 所有女人都看上Youtube多數嗎 是 說說化妝 他們每條短片幾分鐘 但已經涵蓋很多東西 很開心看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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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總之所有女人都看上Youtube多數嗎 其實我想說東韓這件事 其實看回很多網上的留言 我有點心露 我見到很多香港人留言 就是講回 哇 該死吧 就是講到好像這件事 已經變成了一個政治事件 就是有些人 其實所有事情 包括布拉克蘭所有事情都是政治事件 香港所有事情都是政治法 我想不是一個深不深的問題 是一個現實問題 就是那個反中的情緒 一直都是消除不了 那它一定維持了動能 如果它不維持了一些反中的東西 你沒有辦法能夠可以維持多多能 我相信要幾年的時間 要好幾年的時間 或者十年、二十年的時間才做到 這個長期抗戰 很明顯 現政府它沒有想過那些事情 現在那些人就說 因為出事的客機是波音的 可能就會衍生中美之間 又再有些衝突 我想不會太大的問題 這個波音 但是它一定會有大波音 但是這件事很明顯是一個意外 就算是波音比較差 你也不會造成任何很大的衝突 是的 任何美國打它下來 其實很多人真的有這樣的陰謀論 說到 打不到它下來 因為你有它下來的照片 的拍攝了 它飛下來的時候 那一刻是完整的 所以我們沒有打壓 好 我們耀文暫時說到這裡 好 拜拜